大家好,我是Stan 9月2号晚上 制作NuGinz的Tito AMG ETA MB的导演 在自己的爱机上发文 Edoer管理层更换后 政策偶像有所变化了 因为Edoer方面要求删除 我们过去制作的NuGinz MB 以及相关影片和频道 所有包括原本预计上传的影片 全都无法公开了 根据导演表示 Edoer方要求下架所有有关NuGinz的影片 所以在8月31号 发布到Tolgore Ugedan YouTube频道的 NuGinz ETA 导演版本MB 也因此下架了 甚至预计公开的影片也无法公开 与此同时 涵盖女进死世界观的 Panis YouTube频道的所有影片 也都被转为非公开处理了 Panis YouTube频道是 Tito AMB的背景年代 1998年和1999年 女进死成员们的学校朋友 Panis在现实中 开设的YouTube频道的概念 MB导演表示 Tolgore Ugedan频道 和Panis频道的主要目的 是用来存档我们的作品集 并且没有产生任何受益 但由于Edoer历程的改变 因Edoer的要求 所有影片都将被删除 并且无法公开 从今天起 Tolgore Ugedan与Edoer的合作 似乎将无法继续 但是大约在两个小时后 Edoer发出了反不问表示 Tolgore Ugedan在自家SNS频道上 发布的ETAMV导演剪辑版 包含了过去与广购主存在分歧的部分 是未经与广购主协商 擅自上传的编辑内容 ETAMV及其相关的编辑内容 应该在本公司的官方频道上发布 这是为了保护艺人的权益 我们只向Tolgore Ugedan请求 停止发布该导演剪辑版影片 并未要求删除或停止上传 Panissu频道等与Nujins相关的所有影片 然而Tolgore Ugedan的Synosok导演 散播了虚假事实 声称Edoer不仅要求删除 导演剪辑版影片 还要求删除Panissu频道等 所有与Nujins相关的影片 但是在9月3号下午 Synosok感动再次发文 反播了Edoer的反播文 这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今天我已经通过电话再次确认了 关于导演剪辑版上传的合一事项 当时为了制作而聚集的三方公司 已经达成共识 决定为了粉丝将导演剪辑版 公开在Tolgore Ugedan的频道上 然而目前的Edoer管理层 却虚假声称Tolgore Ugedan 擅自发布了导演剪辑版 提出版权及肖像权归属于Edoer的影片 只能在官方账号公开 并且不能存在于第三方频道 因此要求删除影片的正式Edoer 星期天晚上 他们单方面威胁 如果在星期一上午之前不删除 将向Tolgore Ugedan发送内容证明 并以违约金要求服务费的两倍赔偿 现在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 难道是影片删除后 才知道Panisos频道的存在吗 一般常识下 世上哪有导演会亲手毁掉自己的作品呢 我有什么理由这么做 Panisos频道是我指导的 低头这部作品的延续 这些频道和影片 是我主动向偶尔提出 完全没有任何报仇 为了粉丝而制作的 结果现在却说 我毫无理由突然把这些全部删除 这合理吗 当时的合一事项 你们根本不清楚 究竟有什么不满 非得把Tolgore Ugedan描绘成 违约者和散布虚假信息的人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写了情愿书 还是因为拒绝了为海域制作MV 或是你们打算抹去Nujis的存在 但请不要用这种肮脏的语论操作来扭曲真相 就算如此 你们大概还会再做吧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海域到底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管理团队呢 我真的是活到现在 还是第一次见到一家公司 做这么多让人无语的事情 他对海域说 再删除才知道了帕尼索的存在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说他们没有要求删除那个频道 他们只是要求删除导演剪辑版 为什么自己删除了帕尼索的影片 还因此发火呢 尔多尔威胁说 如果将属于尔多尔的版权和肖像权的 所有影片上传到该频道 他们会发送内容证明兵采取法律行动 所以尽管对方的要求本身就是违反合约 但为了避免纠纷 对方还是删除了所有与Nujins有关的肖像权影片 结果尔多尔又说 他们从来没有要求删除帕尼索频道 这让人怀疑 他们是不是一开始就根本不知道帕尼索频道的存在 海域和明年镜的事情两边都半斤八两 我现在已经不想站在任何一边了 但要求下架已经协议过后才发布的Nujins影片 这真是太傻眼太肮脏了 尔多尔代表换人后 海域塞进来自己的人 结果把原本好好的团体弄得一团糟 真的让人感到恶心 但是从企业的立场来看 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应该是合理的吧 如果真的违法可以提起诉讼 从道德上来说可能会感到委屈 但看起来没有法律上的问题 真是一局蠢蛋 如果当初没达成协议的话 Apple会允许那个影片一直挂在那里吗 那可是Apple啊 毕竟是Apple出前制作的 三方已经达成协议并上传影片 结果还不确一版权为借口威胁要下架 如果照这种逻辑 那是不是也应该要求粉丝拍的直拍 战姐拍的照片全都下架呢 所以有关Nujins影片被下架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6年前宣告解散的女团Piesta 以5人完全体回归了 8月31号是Piesta出道12周年 Piesta的中国成员曹罗 买下了组合歌曲家内的版权 5人全员参与了此次回归活动 从投资到制作等相关业务 全部都由成员们亲自负责 并在8月31号 以重新编曲编舞拍摄的家内MV回归了 成员们表示 我们确实分担了专辑制作相关的事物 因为是第一次亲自负责 所以有了很多困难 但是每个瞬间都很珍贵 希望能给Piesta粉丝们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 甚至IU也发了IG限度 为Piesta的回归做了宣传 电视台的家伙们帮帮忙吧 这样的故事简直是史无前例 这种程度不支持就说不过去了 就是感觉宣传力度不够有点可惜 哇 这才是真正想要做艺人的样子 首要目标不是赚钱的形象 而是为自己梦想的东西 积攒资金后购买版权 然后再次合体发布专辑 这真是太了不起了 国内歌手出专辑都不容易 作为曾经保守各种谣言和批评的外国成员 能做到这一点 真的值得支持 希望这次专辑活动能大发 希望这次的回归音源 可以创造逆行神话 Piesta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